那你俩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看看这些幸福的画面 都是当年呢 嫂子给咱们回忆一下当年好不好 就是可能在座有很多 就是我们80后吧 同龄人 当年小赵他们聊小虎 99年那批太火了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女孩的一种 可能说偶像 对 特别崇拜心里 然后记得当时 我是跟他一个队友的女朋友特别好 然后有一次他女朋友 给他的男朋友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我也在旁边 然后他那个 正好跟那个队友在一个房间 然后我一听说 小赵也在那屋 然后我就是球迷嘛 就特别兴奋 然后我就说 那个 你帮我问问 赵哲为什么没进国家队呗 然后 然后他那个队友在那边喊说 那个这儿 有人问你为什么没进国家队 然后我就听 他在电话里说 水瓶不行呗 他挺幽默的 然后 但当时我就是在电话里 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 就觉得 太兴奋了 听到偶像的声音 我觉得特别兴奋 我知道 然后那个这是在电话里 也就是咱俩第一次接触 然后那我也没想太多 以后会真正见到他会怎么样 然后有一次 我们在沈阳有一次聚会 然后他是后续的 这个我接一下吧 其实我这乐台也是通过队友这个一个缘分 有一个聚会场合 当时我后来之后也说了一下 就是说 你看沈队听这段多认真 那时候他没有你呢 你等会儿 那时候没有你 你等会儿 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吧 在一个聚会环境下 我跟他说过一句话 就后来我说这个 我说我看别人啊 都是黑白的 我就看你是彩色的 哇 哇